来 过两天咱们回趟长安 去见见掌湖里 长安城里有一种新香料 他特别地喜欢 香料都从我这儿过 那你想干什么 就干成一半了 不行 你试试看哪 什么味道 臣妾近日在张婕渝那儿 看到几种香料 张婕渝见臣妾喜欢 就送了一些给我 这味道我以前闻过 不是长安香料吧 据臣妾所知 的确不是长安的香料 还没办法 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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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继与神居后宫 为什么有这么多外面的香料呢 这事跟张继与阿姨有关系吗 你身为皇后 统领柳宫 张继与阿姨又是你的兄长 这事你应该管 说臣妾无能 像这样的事 臣妾也无能为力呀 我也不想说你 很多事情 我也管不了 没想到 常乐王也卷进来了 自始至终 常乐王就在其中啊 如果没有他 那香料 怎么能从胡人的手里 到张继与那儿呢 你怎么看 走私啊 恐怕只是个开头 这些人心里是怎么想的 真的要干什么 谁都说不好 你的意思是 这件事一定要查到底 查是一定要查 但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否则会引来更大的麻烦 我看这倒不必太过虑了 常乐王现在羽翼尚未丰满 其实力也无法和朝廷抗衡 谅他 也做不出什么大的举动来 你看这样行不行 索性 就唬一唬他 就说有人搞他谋反 我们呢 就派人去 一面做出要调查的样子 一面安抚 他若是 无心谋反 那么 他肯定会感恩戴德 顺便 我们也摸一摸 他走私的底细 若是他真心想谋反 他自然就要有动作 那个时候 我们再先发制人 这样就不会有更大的麻烦了 我看 这个办法可行 是 你们去办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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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这常乐王谋反 是啊 有人告常乐王谋反 皇帝啊 先是派中书令去梁州调查 这常乐王的手下害怕了 就劝常乐王去投奔草原十八部 自然是被扣下了 又派玉石审 常乐王也没有辩解 看来是死定了 是啊 按理说 论辈分 又良可是叔叔辈的 他脾气暴躁 谁都不敢惹他 记得有一回有人偷了他的马 他就把偷马的人给杀了 我就说偷马之人固然有罪 但是你作为一个疯王 是没有权利杀人的 我就罚他到了梁州 结果呢 他在梁州谋反 只是不服二郎啊 按理说 他可是二郎的爷爷辈啊 你还不sz saling 你不是我 也不是我 算的 你不是我 珍惜 明月 你说 这就是 陛下 我们要抓紧时间 加强北方的防务 常乐王事发后 草原十八部可能会有所行动 这个常乐王怎么办 常乐王有三项 可以解免刑罚的条件 一 他有功 二呢 他是皇亲 三是贵人 三项之条可以减免刑罚 他现在是十恶大罪之人 朝廷已经在讨论他的问题 三项之条意义已经不大了 为了警示后人 必须对他进行严惩 要严惩不手软 好 那么 要处决李右梁 有些细节我们就必须考虑清楚 比如在哪儿实行处决 是在梁州呢 还是在长安 当然是在长安 在长安才有警示天下的作用嘛 好 那么用什么方法 斩行还是脚刑还是脚刑还是其他的 斩刑 斩刑 在长安城对李右梁处以斩刑 这会不会给太上皇难堪呢 这个时候还估计什么太上皇不太上皇 来人哪 在 送上书生命中书生李昭 我看过之后派人到梁州 不 宣执 是 是 我看过之后 我看过之后 是 是 武德四年 常平王大哥打草原十八步 重箭死了 武德九年三月 我常乐王打草原十八步 我们兄弟都是功臣哪 真官 真官 真官元年 我常乐王死于毒酒 我三个儿 我三个儿 很惨 我三个儿 我三个儿 不然我三个儿 来 父亲 你得多吗 我便利了 他 他 他 有多多疼 他 是 已经没有鼻息了 给 给我口水喝 给 来 喝 快喝吧 我从广州来 有人追杀我 他们要阻止我去长安 为什么 这是告状的证据 我命不长久 又衣食相求 但是我只是上京赶考 恐怕 本不该再麻烦你 可是冤情盖天 你若觉得力不从心 好歹把东西扔到御史台 听天由命就是了 这 不好 他们追上来了 你快躲起来 快 快躲起来 你快 赶 走 走 驾 来 帅 小二 小二 来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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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官 你来点什么 你给我来一坛最好的酒 然后再来一鸡牛肉 好 您等会儿 好 站住 干什么呢 我有案件要报 是长安的吗 不是长安的案件 地方案件 要找地方政府 长安的案件要找金兆尹 我 我不能在长安报广州的案件吗 那是要有文书的 你有吗 没有 没有 那就难了 再哪儿都不行 走吧 可是 什么人 在此先转 我有案件要报告 可有文书 没有 没有不行 何况这御纸台也不接受案件 走吧 马舟拜见长将军 马先生还住得惯吗 很好 长将军能够收留我 竟是给您添了不少麻烦 我跟陛下打天下 也跟陛下一样 最喜欢你们读书人 你就留下来 在我府中做个幕僚吧 那太好了 说起来 这次来长安 还有一件为难的事 什么事 有人要告状 但是文书手续不全 将军有什么办法吗 我们军人不管这些 你还是去问御史台吧 最喜欢的 孩子们 来来来 过来 叔叔教你们唱歌咬好不好 好 叔叔教一句 你们唱一句好不好 好 好 来 广州有个大都督 广州有个大都督 不是不是 是广州有个大都督 广州有个大都督 人称白虎大长丑 人称白虎大长丑 对对对 只因从前立过功 只因从前立过功 所以现在特威风 所以现在特威风 吃人不见骨头白 吃人不见骨头白 起了个名字叫党人红 起了个名字叫党人红 最近长安有一首歌谣 这首歌谣 左补业可听说过 陛下指的是哪一首啊 就是关于党人红那首 没有听过 葛谣人红是个痴人的大白虎 仗着当年的功劳 作威作福 那陛下打算如何处理啊 如果情况属实 朕一定要重罚 人非圣贤 竹能误不过呀 这样对待功臣 人家会心良大 触犯了王法 天大的功劳 也不能抵过 还是请陛下亲自定夺 广州朝鸡史冯领南赏书朝廷 说长安有人攻击党人红 编造故事 损害朝廷的名声 跟朝廷过不去 民间百姓事多 犯不着大动干戈 调查起来肯定要花费 好大力气 什么问题也查不到 朝廷给党人红一封文述 安慰一下吧 我不这么看 我觉得 这个事是表面现象 他背后有隐情啊 现在对我们并周围盗的事情 已经有所反应了 陛下 我看这个谣言 并不是冲着党人红来的 而是冲着陛下来的 说不定 就是左仆叶在背后操作 那你们看该怎么办呢 党人红是太原起义的元老 无论这个谣言因何而行 朝廷都应该调查清楚 若是党人红的行为确实有罪 我们应该有所处置 若是纯属无中生有 也应该调查清楚谣言的源头 嗯 我看 这件事情 魏征来办了 你们御史台要出人配合 是 党人红 有不少人随朕打天下立了大功 为什么偏偏告他呢 朕看他也不会清白 广州有个大都督 人称白虎大唐仇 只因从前立过功 所以现在更威风 娃娃 叔叔问你们几个问题呀 如实回答叔叔 这个儿哥是谁教你们的 来来来 娃娃们 过来过来过来 来来了 我知道 我知道 哦 你知道 来来来 真乖 他长什么样啊 盖子高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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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瘦的 瘦瘦的 还背个包裹呢 他还拿什么呀 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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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真乖 真乖 再见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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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长河将军府上的一个幕僚 长河将军 嗯 带马出来 我要亲自审他 是 你是马舟吗 是啊 有人写诗攻击朝廷大臣 我受命调查 你 跟我们走吧 是党人红的事吗 哼 看来 你很清楚 是啊 那走吧 哎 别忘了 证据 还有证据 是啊 嗯 你不认识党人红 你为什么要告他 有罪之人 天下人得而诛之 你没有去过广州 你怎么知道壮旨上说的是真的 是真是假 我不敢说 但是拿壮旨的人本人杀害 却是我亲眼所见 不会有假 啊 如果揭发的事实确凿 他 嗯 他不仅贪赃妄罚 而且 欺压百姓 如果杀人的事情也有 那等于 杀人越祸 党人红 曾经是秦王府的将军 他在战场上 表现得是非常的英勇 他 会变成这样吗 党人红 原来是秦王府的将军 这个事情如果真的传扬出去 会对朝廷产生不良的影响 百姓们会认为 陛下当年的手下 专事违法 专事违法勾当 如果他犯法事实俱在 他越是原秦王府的人 越应该严加惩处 是 认真执法 才能以正视听 朝廷制定律法 如果包庇 纵容大臣犯法 补谁欺 一 启天忽 朕 命魏征为全权大使 调查此事 臣领旨 可臣有两个要求 一是调党人红禁京 同时派御史在下广州 二是让冯领南先留在长安 这次府军进京 应该是进一步高升啊 这也难说 以前我和陛下在一起的时候 每天都见面 现如今陛下做了天子 我到了广州 见面的机会没有了 陛下一定会感到很别扭的 这次找我进京 说不定是陛下想跟我叙叙旧啊 陛下为了和府军叙旧 让府军抛下广州的事务 府军的面子真是太大了 封朝廷命令 首监党人红 所有行令扣押代查 拿下 这 党人红为恶广州岭南 非止一日 强行买卖 进口船遭受盘剥是常见的 否则不给办理相关手续 秦信横行地方 买官卖官 都有暗中嫁过 再者 岭南多年不出近视 是因为这个名额 也在党人红的控制之中 而他同样的要求 出得起价钱的人 才能被选派 现在查实 他并没有杀人 而他的手下 封岭南杀人 确实是实 掃字 怎么了 醒醒醒啊 醒醒啊 怎么了 醒醒啊 就是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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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他 不认识 你跑了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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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们 站住 站住 别跑了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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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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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你个臭厕字的 为什么见了我们就跑啊 跑 没 没 没有啊 我我又不认识你们 我 我为什么要跑啊 你不说实话 说 别别别别 大人 我说实话 我说 是我这个 我这个古镜处的怪啊 古镜 是 什么怪 我这古镜啊 你过去要是干过什么 我这古镜一照 它立刻就显现出来了 别装神弄鬼的 看到了什么 快说 那 你们两个 拿着刀 一刀 再追一个人 那人受了伤 他说 你回去告诉你们都督 上天会惩罚他的 你 你们两个 拿着刀一阵乱砍 把他杀了 臭厕字的 那天我们杀信林的 你肯定在附近看到了 敲诈到老子头上来了 好 好 住手 好 广州超级使逢令南 想在长安杀人灭口啊 是 魏大人 就是他们 这个道人红 他想干什么 把他带上来 是 大人红啊 你是真让朕伤心哪 陛下 我知道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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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红 你说 我们从 晋阳起兵开始到现在 死了那么多人 流了那么多的血 为什么 不就是因为 朝廷不像朝廷 百姓不像百姓吗 可是你的所作所为 你抱怀有什么两样 真 也想过这一次 可是真想 九死一生地活下来 就要好好地享受 好 朝廷的风力不够 朕就 闭嘴 你还有脸说 朕都替你丢人 这朝廷上上下下都知道朕 都知道朕和你的关系 非寻常人能比 当然不 你让朕怎么办 带下去 是 是 是 你们说吧 怎么办 现在薛剑锋王的阻力很大 还没有宣布 就引到很多人的猜疑 这个党人红 原来是秦王府的一个将军 现在杀他正合适 是 杀一井百嘛 让天下人都知道陛下 治理国家 不逊私情 咱们借着这个 也可以赌上那些封王 和武德老臣他们的嘴巴 将来处理到他们头上 也没什么话可说 先灵 你说说 我也以为 应该将党人红 处死 如会 杀 我不管杀不杀党人红 会引起什么后果 按照国法 党人红已经是死罪 党人红案件 让朕寝室不安哪 党人红 是国家的党人红 但是 他竟然如此不顾国法 为所欲为 作为朝廷命官 祸害百姓 死有余辜 现在 众多大臣都认为 他 罪当一死 所欲至大 魏征常对我说 天子 更应该 去私立功 可是此时此刻 我面对党人红 却是满脑子的私情啊 大人红一家 为了大唐的江山设计 两个儿子死在江城 大儿子 死于薛举之战 我们中了埋伏 薛举的牌剑 第一个穿透 党人红的大儿子 满身的剑杆哪 竟有十几枚 党人红 党人红 趴在儿子的尸体上 用舌头舔干 儿子脸上的鲜血 转身上马 又去拼杀 武德武年 洛阳城下 我们和王世冲拼杀 党人红 抱着受伤的儿子 来到朕的面前 胸膛 被长毛刺穿 奄奄一息 党人红把儿子交给朕 依然没有说话 继续冲杀 孩子 在朕的怀里 声音断断曲曲的对朕说 不能尽孝啊 让朕照顾他的父亲 人之将死 朕如何能不答应 孩子就死在朕的怀里 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 为大唐的江山死了 如今 为了大唐的律法 父亲也要死 父亲也要死 我李世民 在战场上杀人无数 可是面对党人红 我是真的不忍吗 我认为大唐的 不忍吗